各位好,我是吴主任 首先跟各位拜个晚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学校日的报告 学务处首先针对交通安全教育 要跟各位做提醒 感谢永康里的理理长 帮我们在上学期的交安委员会的建议事项 安排了会刊,进行了改善 那我们在爱国东路学校段的 家长接送区有增设的时段 什么是家长接送区呢 各位可能有的不太清楚 请看一下萤幕 其实就是让家长在这段时间之内 为了接送孩子的需求来做短暂的停车 那请您特别的留意 那如果是一般其他时段呢 才会让一般的民众来停 否则会容易被开单 那么在十字路口加油站这个部分 我们也恢复了黄色网状线 那特别要提醒哦 现在右下角的这个图是我们的金山难度二端31项 永康街牛肉面前面的这一条巷弄 因为当这个旁边的工地有施工 申请了暂时徒销停车阁 那我们家长当然现在感觉上学送孩子更方便了 但是有人可能停留太久了 甚至让孩子在这里面呢 用餐之后才离开 请务必改善 那我们长年也宣导了 从金华街朝中街方向上学的孩子们 除非家长带领通过加油站 否则都请右转金山难度二端85项 来通过交通岗位来进行 否则在加油站前面这边 如果一个孩子直接执行 很容易产生危险 我们学校的交安校本的课程 包括了特色课程 活动课程 融入课程 还有有受训的导护志工来协助的进捐课程 那么黄色部分各位可以参佐 我亲子天下月刊也曾经提醒了家长呼吁的家长 有七个啊 比较不恰当的安全行为 那希望交通安全这些的行为 各位能够阅览 然后让自己也不要有犯错的机会 那么二月底开始有学校 有陆续的孩子都要去校外参加各项的赛事 请您参阅 那么当然我们学乐团很开心 第一次要进军全国赛 还有六年级合唱团要再次到花脸参加比赛 那我们相关的准备都在进行中 也祝福他们有好的成绩 那四月三号我们依然会办理 49周年的儿童节的闯关活动 还有教育局最新的翻转学习的活动 那我们校内的活动更多了 包括乐乐棒球、小铁人、水上运动会 还有六年级的各项毕业的活动 还有我们今年要首次办理金门的校际交流 那第一年吴主任会先针对校队特色 来跟金门当地学校进行交流 所以包括了扯铃、六年级合唱团跟童军团 都会领选部分的学童来自费参与 来年我们依照交流的目的 跟对方学校的特色来开放一般学生征选 学习团课外社团依然有成果发表会 暑假请各位可以先留意 我们除了两周的课外社团上午以外 当然也会有教育局配合他的政策办理的 暑期永训班 那吴主任长期办理的童军银和独木周营 也会再次办理也请各位留意了 好那我们各项行事例都有 在学校的网页当中可以连结可以观赏 那健康中心这边要提醒各位 第一个就是牙齿的保健 我们这学期二三五六年级 已经开始陆续进行牙齿的检查 那一年级也会进行图缝 那特别在餐后结牙要提醒孩子不可轻忽 最近高年级的孩子们这里比较有疏漏哦 要特别提醒 那视力保健的部分 在护眼护照现在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 是卫生局补助的一年一次免费跟专业室的检查 所以如果您还没有缴回护眼护照的 都请能够掌握时间 那在特殊疾病跟传染病 在校园里面我们特别都要请您告知学校 这样护理师也会来关心您 那特别的生病在家就休息 不要入校 越来越发现有好多孩子身体已经不舒服了 早上十点多可能就发烧了 或者就通知家长来带回去就医 那就可以发现 其实身体早已经早就有症候了 所以这边呢 有这些症状都请家长能够留意 那画面上这四个都还是有固定的SOP 再请大家一起配合 那家长会这边的厕所消毒费 学务处也呼吁我们下一期依然要请各位支持 那请各位能够加带也能够协助老师 那我们每位精华的学子 学务处希望各位不管是各项的学习体验 实践反省修正精进都能够在每一个教育活动当中 让每位孩子能够变得更好 跟自己来做挑战做进步 以上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